蝶莲花旅行社游览车翻覆 造成三十三死悲剧意外 后续的官员究责问题 尤其是交通部长贺成旦的去留 更是外界相当关注的焦点 国民党立委赖世宝在质询时 特别对隔魁林全说 你的部长后台好像都很硬 你都管不动 为什么贺成旦到现在可以不下台 对此林全还帮贺成旦缓加说 等事故善后处理跟厘清好 再来谈责任问题 国民党立委赖世宝 瞄准火力炮口对象交通部长贺成旦 一开口就要他下台 之所以要贺成旦之所进退 除了这次蝶莲花旅行社翻车事故 造成三三人死亡外 加上去年7月的陆客团火烧车意外 两起重大伤亡都曝露出交通部 对游览车司机问题的管理有问题 而身为主管机关交通部的大当家贺成旦 该负的责任当然成为外界锁定的对象 贺成部长为什么到现在可以不下台 为什么到现在可以不下台 贺成部长为什么到现在可以不下台 我刚刚已经讲了 所有的这个责任问题 我们会在事故厘清之后 你都可以扛吗 不然你下台 秦政院长林全出面帮忙说话 认为应该要把山后工作处理好 再来厘清事实跟责任 但来因立委可不买单 如果民意都这么的清楚 他还听不懂的话 那我觉得他应该是在装傻吧 所以一个有风骨的政治责任 当民意是这么清楚 而且事实这么清楚 那请负起你该承担的责任 该下台就赶快离开这个位置 到目前为止 从这件事情看来 蔡总统跟林全院长 不断的去袒护贺成旦 也凸显出民进党在人才上的匮乏 那也凸显出这个贺成旦 也难怪他老行宰宰 贺成旦部长早已经是一个 不适任的部长 贺成旦就任近9个月以来 接连发生重大国道意外 一共59条宝贵生命就此丧生 而面对下台声浪 政院不动如山 就看调查结果出炉后 怎么给外界交代 欢迎讯苏宏杰李佳化台北报道